大埔,主場就對著升班馬的九龍城 這場球有趣,我看到很多人留言 這場球其實有很多九龍城球目入圍,支持他們 是否主場,是否住在九龍城那些人 不知道,因為在大埔上踢,這場球 這場球是這一周最大的比數,5比1 但如果這樣看賽果,就反映不到比賽的準程 大埔,尤其是上半場,不像比數那樣贏得輕鬆 反而在開球的時候,不知道是否太熱 我覺得其實印象中,大埔都很像去年 他們這場球,很多都習慣了慢熱 他們上力比其他球隊慢一點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就給了一些機會給這個九龍城 在上半場的初段都偷到,拿到一些甜頭 是,那先講一下陣容 大埔就算是強陣的了,算是全隊的了 門將就是嘉榮 兩個中堅就是嘉比爾加馬高斯山道士 兩集就是李嘉豪和新加盟的尼高拉斯 兩個防中就是柏蓮尼和羅真廷 攻中就是少爺仔陳兆君 前面三個就是馬卡雷娜和羅卡斯 搭著伊高 九龍城那方面就是 袁浩俊 新加盟的李文過來的門將,大家正選龍門 兩個中堅就是愛媛的韋利安搭著泰華 兩集就是曾錦濤拍著余佩康 兩個防中就是迪高和鄭俊宏 三個比較進攻的球員就是 林學熙、何龍浩和許家樂 最前就是卡朗 即是賭歌的卡朗 這場球在排陣上真的有很多前李文球員 基本上上半場 又是前李文球員的迪高 竟然有令到大家眼前一亮的表現 先說一下入球 其實入球一開始就是 伊高先 對,大埔有一個十二碼 由伊高四入 少爺仔撥到 是的,那個十二碼本身也是 本身就沒有判到的 也是看VL看回 是的 其實也挺明顯犯規的 那個十二碼就是正確判斷 是的,少爺仔就被人家 也挺明顯的 即是被鄭俊宏 被鄭俊宏 被鄭俊宏踢跌了 其實這個十二碼入球之後 以為就是一場大屠殺 想著大埔很輕鬆 誰知道領芝武多久 迪高也入球,真是厲害 迪高自己是中場沒有 扭過兩個 起左腳射入 其實也有點想不到 他還有這番派下 而且也要罵大埔的後防也挺鬆散 不知道是不是太大了 還是看小人 迪高呢 以前還踢屯門 還有踢什麼 東方神器 其實有這些球賣的 中場自己帶去重炮 還是燙球 但是基本上 十九幾年前的事 這幾年在李文 沒有見過 想不到回九龍城重宴 所以剛剛說起李文 就是李文這隊球是怎樣養球員 你總是好像球員去到他 你還沒說到墳墓 但好像總是發揮不到 你找手綁腳 迪高這場球 又是很多人拿了一封道歉 他會道歉幫助簽 對 基本上 一個阿哥斯達 一個迪高 都是表現好過在李文的時候 大家覺得 吊打保利神 基本上 表現 當然不是迪高這場 看得很好 但是見到他的 仍然有貨賣 有貨交 尤其是九龍城追回一比一之後 其實 有機會反擊 對 他有一球球 就是他們的中堅 就 韋利安 對 後上禁區 接應一個 倒貫 半車身 就死了飛機 如果那個球進入了的話 可能是另一個故事 但是 上半場的保時階段 就到少爺仔 四鳥足球先生 立即剩下球 領先入根治室 完全不同的說法 對 FPL 真的不能不選少爺仔 如果你要懂得玩的話 你選定少爺仔 在中場都會取得緊分 第一 起碼要出緊 第二 入球又來 好像停不到 難怪 少爺仔不去中超踢 似乎這個選擇是對的 上半場 其實他上下半場 各頂入一個頭鎚 是 少爺仔入球 我都不是少見的 再加上就是 其實 你見到上半場 九龍城 其實跟下半場 好像有點跌渡 感覺上就是 一貫星班賣的表現 開球的時間 有一段 一段 你虛火給你 不知道你什麼 但當 臨完上半場 這樣 被人反擊 叫做 其實都幾傷 就好像 Billy所說 1比1 跟2比差差很遠 是 到下半場 一開球又失多球的情況下 其實 我感覺上 其實他下半場 尤其九龍城 散得很快 其實你叫做 踢球踢90分鐘 你不是說 我上半場踢得好 我就 拿到分了 下半場 你不像預期的話 其實下半場 完全是大埔的天下 是否就是 進鋒因子 帶過來 因為那個胸口 那兩個字 哈哈 就好像真的進鋒 有時候 咬著咬著 但一輸 就倒了 而且倒得很快 老實說 實力上 分野大 這場球 剛才的球迷說 留言說一下 外援 其實一對中堅 叫做 上半場 都對板 都頗鋒 但是下半場 當他們一跌倒的時間 那些問題是浮出來的 短短半場球 你就看到 不要這麼快 對他們這麼高期望 再加上 其實九龍城 其實沒有出盡外援 基本上 在一個 你實力不夠 對手的情況下 別人是出盡 其實都很明顯 看到下半場 都很明顯 都很明顯 還有他 都簽不夠外援 好像只有四個 還是五個 我記得 是啊 好像五個 簽了五個外援 我覺得開心 就是上半場 初段 其實阿銘剛 給大家見到一定的驚喜 就是叫了對方 有些形狀 不是不能踢的 但是 是不是就是好力 的環境下 只是踢半個鐘 或者半場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就不是好事 就是你這個流放方面 是不是不行呢 就是你看到 今場沒有出盡文暉 但是許家樂 也要看正選的環境下 是不是他們不夠人用呢 還是 那些後備 沒有信心呢 這個也是問題 是的 所以這個球迷說 龍的傳人 到底 反過來 大埔就叫做 下半場 叫做 加壓力 很輕鬆地 又拉開了紀錄 這場球少爺仔 就入兩顆 兩個頭鎚 下半場那球 飛身頭鎚 非常有廣告 是的 那個拍出來 周圍沒有人握他 但是他要頂那球 也不容易 這場球不止兩個入球 還有一個助攻 助攻給馬卡雷拿 馬卡雷拿 那就拉他紀錄了 反而你看到 螢光網上的 盧卡斯 如果是FPL選了他 就糟糕了 又卡住他 這場球沒有球 打算他對著九龍城可以逃一逃 暫時還沒有 如果是真敢逃過逃 但是初步看 其實大埔都算對版的 即是看到他們那群人 叫做上力 上得慢一點 有點慢熱 但是當他們適應了 比賽節奏 或者叫做 控制戰局之下 其實完全不是九龍城可以招架到的 是的 即是九龍城這隊 星巴馬上代觀察 暫時來說 只是給大家短短 可能半小時左右的驚喜 很快就見真章了 到底是不是 我覺得不要這麼快看死他 為什麼呢 因為還有一對港會未見 所謂低處未算低 到底和港會 或者其實 你說這場球 看到九龍城這樣的表現 和流浪 或者北區 其實不是真的差很遠 是的 真的要踢上來才知道 到底哪一隊比較差 不是看哪一隊比較好 是哪一隊比較差 其實 就是今週輸了幾隊 我覺得 都未至於完全沒有看點 就是 未至於好像U23 或者去年進鋒有一段時間 好像就是 被人壓在地上來摩擦 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搏擊之力 所以今年應該 那些西波應該沒有這麼西 因為始終他那些人 都會是 叫做有經驗球員 是的 就是阿濤 就是阿濤 阿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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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學熙和許家樂 都有一定的經驗 雖然 許家樂 有一段時間沒有踢 定級聯賽 但是 你看看下來 起碼還有些小課 賣賣 是的 所以 普遍 我看到這個星期 四場球 很多球迷都說 球隊好看了 不知道是否因為 球隊少了幾隊 實力上 感覺上 拉近一點 那些強弱 完全沒有那麼明顯 是的 近一點 但是大家不要這麼快 下定律 始終 強隊還沒有 找到 弱隊還沒有見真章 就是我還不知道你什麼 我覺得 就算九龍城也好 北區也好 不要這麼快 覺得這些是驚喜 隨時就真的 踢多幾場球 尤其是大家知道 今年是三循環 到底踢到後面 西波會不會回來 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最低限度 第一週 看到的入場人數 就相當不錯 我之前也有出了一個 post 之前在群組裡 四場比賽 一共有15個入球 而平均每場球有3.75球 總入場人數 就47880 每場人數就1000 那叫做第一週 每場球平均都過1000 都算不錯 就好像上季這樣說 叫做拉翻雲的比賽 雖然都是有一場同時間 開球 叫做拉扯走一點點 但是起碼有一場 星期五 有兩場 星期六 有一場星期日 叫做拉翻鬆一點 是 不要重疊一點時間 令到這些球迷 可以盡量去完 一些比賽 是 是 那叫做 可能那個入場人數 會輕微一點點 提反高一點點 是啊 但是 我覺得其實四場球 都有各自的看點 叫做 不會是說 踢了 都沒有什麼好說 起碼不是這樣 是 不知道是否因為第一場 大家都有一定的新鮮感 想看看每一隊球 一些新鬼 新球員的配搭 有沒有什麼看點 但是 暫時來說 第一週這四場球 都不錯 起碼沒有太悶的比賽 唯獨我覺得比較悶一點 就是第一場 就是東方對流落的下半場 有一段時間就悶一點 算是這樣的 起碼 整體都OK的 大部分先開大 是啊 然後 還要VR有爭議 第一個星期 有歌就已經沒空了 喂 大哥 已經立即要開房仔了 還要解釋支持的決定 是啊 一球南區 二次十二碼 一球 是 柳哥第一週 已經令柳哥第一週 喂 不是這麼快要搞什麼 就是你現在說 長一場有VR 那是不是長一場有爭議呢 還有我覺得 入場的人 好像 都多元化了少少 是嗎 以我的觀察 真的多年輕入場 現在 就是比較多年輕入場 還有第一場 東方那場 都多外國人 不知道是不是 星期五晚上 是啊 加上兩隊的外籍球員 都比較多 真的比較多 鬼佬入場 這個我就是 去到排隊的時候 都覺得 嘩 今天這麼多鬼佬 夜繽紛 而且每個人都很興奮 準備去喝酒 其實這些都搞得過 所以星期五的夜播是搞得過 但是今年可惜 沒有什麼安排 可能你叫外籍球 外籍人士 星期六日 下午 未必有這樣的慶祭 但是星期五晚上 又不同的說法 是 Friday night 你當是一個社交活動 其實你港超做這些社交活動 挺好的 其實你這些社交活動 至在什麼呢 見一下朋友 而那裡有些事情發生 你又不會太奇怪 所以 其實有得想 不過就算了 賽程球編實 不能說 這週聯賽 踢完之後 暫時要將港超擺下一陣子 因為接下來就是國際賽周期 做節目這一刻 第二天 就有香港隊作客 然後回來 最快到9月8日 才有高級組銀牌 第一場就是 第一周都是輸球的南區 對於九龍城 這場球是在國際賽州裡面發生的 在國際賽州未完 就先插場銀牌 但是 南區就讓一讓 讓了Ivan 讓了Ivan 對 但是 目測都應該夠做的 對於九龍城 在 深水埗場 9月8日 3點半 在深水埗場 大家有時間都可以看一下 然後 之後就要到十幾號 才去回聯賽 聯賽賽程 我們之後再講 12日有一場周中 對 東方主場對北區 這場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一第十周調上來打 對 我比較 curious 會不會就是東方臨飛之前的最後一場 對 因為他踢完這場 他就要飛澳洲 對 沒錯 但是 那些球員 從匪制回來 真的剛剛回來 都沒氣 對 他們星期 星期日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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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下午到 一二都練不到球 星期三練一課 星期四就要夜戰隊北區 然後再飛澳洲 然後再飛澳洲 那些球員的狀態是怎樣 東方也有幾個港隊 除了東方是一個挑戰之外 你看看賽程 北區也是一個挑戰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12日對東方後 三天後主場就對九龍城 不知道他們的取態是怎樣 如果二藥隊來說 不要說選球踢 要你選 放大個頭就要九龍城 對 如果同級的對手對女 是否六分球 六分球 到底他們 夠不夠人踢 三天後踢兩場球 也是一個問題 應該四天 十二和十五 四天踢兩場球 踢兩場到底怎樣 大家就留意一下 大家 東方又有阿冠儀的後顧之憂 北區又有一場後顧之憂 到底這場球是怎樣 就留下12號再說 大家就把焦點回香港隊 八號了另一場球 我想說一下 八號本來有點興致 看看是炳祖 誰知道就撞了銀牌那一場 當然要看炳祖 炳祖有什麼事呢 炳祖有什麼吸引呢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一對球叫做瑞鋒體育會 有 很搶口 那些球員就有點熟口熟面 例如呢 陳耀倫 曾智孝 鄭禮謙 波摩浩謙 還有一個卓耀國 哇 人才仔仔 其實我看出場名單 第一場的 卓耀國 波摩 那些都有出的 波摩也有入球 波摩就是 炳祖復出 卓耀國也是炳祖復出 是 其實本身就 有些興趣去增大屋看這場 誰知道就在深水埗撞了那場 陣牌 到時再決定怎樣 增大屋又有營的 增大屋 增大屋近我 沙田 我踩單車過去就看了 是 最後我們再講一件事 就是講港會 雖然第一週輪空 但是呢 他們的Facebook 昨天就出了一個Po 終於公佈那個叫做 大櫃名單 大櫃名單 即是很神秘的港會 終於都讓大家知道 有些什麼人 但是呢 暫時來說 就沒有什麼討論點 為什麼呢 他大部分的人 不是幼幼 就是一些從來都不知道 什麼名字的人 U23有幾個 但是他有幾個外籍球員 就只有一個名字 不知道是誰 有幾個都要看一下 除了本身的麥美麟 啊 廢查 那些 踢開之外 有大部分都是新的 那些球員 是的 所以暫時就沒有什麼討論點 不過呢 就叫做 終於都知道有些什麼人 大概 但是 港會呢 看看賽程 應該要去到差不多月尾 才有比賽 再看看 賽程來計 第二周應該 第二周 對李文 八十九號 那星期應該是吧 九月二十二號 就會作客將軍道 對李文 那麼 李文應該 就是臨踢阿冠儀之前 的比阿尼 所以 李文也要贏球之下 港會 可不可以 就是 是不是一場大屠殺呢 當然要看一下 阿達sir 勝勝定定 對港會都看得不好的話 李先生就不止下來和你聊天 那麼簡單 那就是 尤其是 這時候 我相信 阿達已經休息了一個多月之後 壓力沒有多久 就馬上回來了 是的 大家就 拭目以待 voilà 來吧 來吧 謝謝